感恩节聚餐 慈祥祖母发错简讯 邀来陌生人 一名17岁青少年Jamal Hinton收到一则传错的简讯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但他并没有忽略这则简讯 反倒跟对方联系了起来 发错讯息的就是这位可爱的祖母 上周Jamal被不明号码加入群组 接到了关于感恩节大餐的讯息 他问对方是谁 对方说你奶奶 Jamal要求他记张照片 对方就在办公室拍了一张自拍照寄给他 当然Jamal发现对方并不是他祖母 但却决定借这个乌龙开个玩笑 于是他也记了一张自拍照 还大胆的问道 自己是不是还能加入他们家的感恩节大餐 这位女士不愧是慈祥的奶奶 他回复道 当然可以 祖母所要做的事就是喂饱每个人 真是好心的女士啊 这位Wanda祖母原本是要邀请她的孙子Brandon 现在Brandon和她女友也加入了祖母跟Jamal的讨论串 讨论是否真要邀请她来亚利桑那州的家 参加感恩节大餐 看来今年最酷的加伊客人 非Jamal莫属了 不过可怜的Wanda祖母因为简讯内容被PO到推特上 不久便接到众多陌生人问她能否也来参一咖 所以她只好被迫换号码 不好意思啦各位乡民 位子不够只能加伊而已 愿上帝保佑这个可爱的祖母